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 别打了 快走 别打了 快走 追啊 别跑 站住 站住 站住啊 站住 别跑 来 站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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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站 站住 别追了 你们太能追了 累不累啊 追我们这么多条街 我告诉你们啊 我刚刚是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你们全死在这儿了 小包辣子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不是 你们谁呀 我们是青阳会的 跟你是同门 你们柴保的人 柴先生要抓何老板 你敢阻拦 这事犯了方规 你不要命了 柴先生又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 我哪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啊 我告诉你们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 你们再过来 我手上修脚道可不认人了啊 刚刚用刀背 现在可用刀头了啊 我们现在进去了 你们要赶紧进来 进来一个我杀一个 这些人是不会走的 到时候还会叫更多的人冲进来 那你就是一虎难敌群狼啊 这可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太危险了啊这个 行了行了行了 我去见柴保 不打了不打了 不打了啊 我是来跟你们说一声 我现在跟你们去见柴保 好 我就想当面听她说一句 她是不是要和之中 如果她说要 我现在就把人交给你们 好 我和你去 别啊 叫上兄弟们一块啊 你不要调虎离山 要去就我陪你 行 那你 要跟兄弟们吩咐好 千万不要动手 免得伤了和气 都给我守好了 是 是 小巴辣子 小巴辣子 你拜过香堂 认我为师 就是我的人 知道吗 是啊 柴先生 不不不 没有啊 师父 你发过誓 要遵守邦规 对啊 我杀过一只鸡呢 邦规中有一条 你没忘记吧 邦徒做任何事 都要禀报龙头 你没有禀报 就去抓和之忠 是违背了邦规 你知道吗 师父 冤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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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我 我不知道您也要抓和之忠啊 我以为那是我的私事 邦徒没有私事 没私事 那 吃饭睡觉 拉屎撒尿 不都是私事 还敢跟我耍贫嘴 拉下去 是 是 等会儿 等会儿 师父 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知道王规了 我下次不赶他行吗 把他拉下去 是 是 师父 师父 我还有话要说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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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吗呀 你真的要搁我耳朵呀 物无尊长 擅作主张 死罪 开躺 不是 等会儿什么什么 开躺 那 比个耳朵还严重啊 这 这 陈先生 我这么做 哎呀 早知道你们这样 我就不让你们绑了 我这么做是给你脸上贴金啊 我这撩成心的衣服 你就给我撕了 这死 酒啊 还喷酒 你做醉机呢你 别跟我废话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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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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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说 我有话说 听他说 禅先生 何志忠 骇人 全江州都知道啊 老百姓都恨他 你 你 我替你抓了他 那老百姓快手称赞 我是替你们清阳慧做事啊 不但没给你坏事 我还帮了清阳慧 只给你脸上贴金啊 你杀了我 兄弟们多寒心哪 再说了 小三子也参与了这事 小三子跟我说 他跟你有交情 你 你 你也得看他的面上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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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要是死了 工作队肯定知道啊 我跟工作队的蔡将军 蔡队长 那交情可不是一般 他们的权利也不是一点点 连罗莲达都怕得很 我死了 他们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还有 还有 师父 师父 你 你不是让我去 工作队卧底吗 我要是死了 全江州 你找不出来第二个 小八辣子 小八辣子 行 这两片嘴 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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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会说 不过呢 你说得都句句在理 这样 我饶你一死 师父 小八辣子 你得把何志忠给我交出来 我这好商量啊 快快快 赶紧给我送绑 我现在就去把何志忠 给你带过来 现在快快快 松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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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什么 现什么 这不是松盲吗 干吗又绑上了呀 帮主 这小子修脚刀很厉害 不能送绑 老四 你跟他一块 在半道上他要敢扎刺 一枪崩了他 瞧我怎么办 行行 绑着绑着吧 反正命绑住了 走吧 四哥 走啊 走 你这个混了 老四 老四 我回来了 你快把何志忠 放出来换换 你那儿什么情况 还问什么情况 没看见被绑了吗 我被柴先生给抓牢了 赶紧的 放何志忠出来换换 把何老板放出来 阿四 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了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柴先生交代的 你要是不放人 我就在他脑袋上开个洞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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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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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什么 小三子赶紧放啊 我这头上开了洞 补不过来的 不放 何志忠的命比我要紧啊 就不放 不是 小三子 有病啊 那什么 放了 我们再抓 再抓 再抓 今天放了 以后就抓不着了 阿四 你有本事开枪啊 四哥 四哥 你还叫他开枪 小三子 我没想到 你是这么吃里啪外 不讲交情啊 你忘了 这件事我是看你的面子 我才做的 我知道阿四他不敢开枪 他要先开枪 我这把刀先飞在头上 你以为我真不敢开枪呢 阿四 我知道你的枪法 十步之内 打不中一头牛 赵三 他打不中你这头牛 他 他 他打着中我呀 不是 你赶紧的吧 放人 放人 说什么就是不放 赵三啊 赵三啊 我算是看疼你了啊 你这哪是 替朋友两肋插刀网 你这是插朋友两档 别跑 不许动 站住 行吧 来 行吧 师父 蔡队长 喂喂 蔡队长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来得可真是时候啊 小八师傅 你受惊了 那可不是吗 不止受了一点点惊 惊得差点半条命都没了 蔡队长 不是 你怎么来了 小八师傅 是有人举报通知了我 喂 蔡队长 我是操医 我有个事要跟你汇报 说 你要明白 这世上 好人总是比坏人多的 对了 何之中人呢 在院子里呢 我带你进去 好 小三子 小八辣子这个人 其实很不简单 表面上看上去 简单 圆滑 实际上他内心哪 平静沉稳 鬼灵精得很 比谁都聪明 我那军师都比不了他 我看出来了 他对我的敬重 是真心的 所以 我对他另眼相看 一心想提携他 真想百年之后 把这龙头的位置给了他 我已经断定 在青阳会门下 也只有他 今后能撑得起这门面 他还年轻 需要魔力 虽然一再犯错 我也宽容了他 小三子 我们俩是朋友 这些话 我跟你虚掏虚掏 一些都不能说 另外你瞅准机会 跟小八辣子提醒一下 让他在青阳会 好自为之 好多久 我们下午了 他就会打开 我们下午了 这一堆 可以打开